大家好,现在我来说一下这个VS Virtual Studio C++ 2019怎么安装 首先我们在 搜索引擎,比如Google搜索引擎,输了Virtual Studio 它就会 输了Virtual Studio 然后呢,它就显示了这个广告的就不关了 然后你看 剩下的这个就有了,是吧,下载 它就显示出来了 你走到最上面 这个 下载,这里显示下载设置版,还有钻一版和尺一版 我们一般的下载这个设置版就行了 下载很快开始,如果没开始,你就顶着重视一下 顶着重视一下 它们下载的是一个简单的 一定制造的这样一个安装文件 然后你点击它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里才下载的 这个安装过程,大家也可以在这里设一下 VS比如2019 然后C++27 因为我们要用C++27 或者VS吧 C++ VS 然后安装 一路诗中文也行 安装 安装的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客 C++27安装批字 按照这个过程去安装批字 这个文档讲得很清楚 送接它 然后安装就行了 它两个也,这个是栽进的安装 这个时候必须是灵魂 它两回下载相应的安装 通过这个安装 我这个安装的99% 它停载的已经好长时间 已经半个都要死了 死中这个 有的人说等了4个小时 就是 这个VS就是安装的一个毛病 它会 已经好像没有过 它会去这个情况 我刚才Google了一下 有的人说 反正用了不同方法 大家Google一下吧 有的人说就是需要什么科学上网 可能没有科学上网 它也不行的 所以 你可以用一下科学上网 后来他说 暂停一下 然后呢 修改 将那个Python去掉 就是这里一个暂停 然后找一个什么修改 没找到修改 他说暂停 然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修改 将Python去掉 我 暂停 肯定把它关掉 找不到修改的地方 把它强行关掉 强行关 也关不掉 诶 这个估计 我觉得 still 好怪 我前面一圈 是不是 找不到修改 找不到修改 那我们把它强行细带掉 找不到修改 那我们把它强行细带掉 或者常见关掉 或者常见关掉 关掉两个程序 下载就再运行哪个 可能修改 可能修改还是要科学上网吧 而且修改 管理名人身份安装 我刚才一开始也没有管理名人身份安装 现在那 指动一下修改了 它这里可以 你把它Python去掉 按照它说的 假如你没法科学上网 你就按照 网上的这个 修改 将Python去掉 这里没有Python 没有啊 那不需要修改 说明它这个不对 下面我们就直接运行吧 不过呢 应该 这个应该安装好了 下面就直接运行 运行它两个让你登录或者充进 如果你没有账号 你顶下面充进一个账号 是吧 两个注册一个微轮账号 咦 为啥变得这么慢了呢 没其他的这运行呢 它在安装呢 是有 不需要steel 这个安装 为什么这么快 没响应 下面我们在这里找不需要steel 那这里 再来一下 开始我们又已经管理我印成本 其实应该又已经去管理我印成本 按照我那个 网上的庶民 然后这里点 然后注册一个账号 你充进账号就行了 进去 如果没有账号 如果有账号 比如我有账号 你在这里收了我的那个登录就行 如果没有这种上面的点注册 它会让你注册一个账号 现在网怎么这么慢 那我登录我收了我的网址 好就是 反正如果 需要的就是能够翻墙吧 不然这个 安装可能还是一个顶的格 反正就我 用我的微轮账号注册之后 第一次打开就是这样的 打开这样 我们一般呢 可以选择下面一个充进项目 这个呢是打开项目 刚才安装过程如果不清楚 大家就在google里 一定要用google 实在不行用那个beam 先进搜索已经不要用beam 两个说了vscr17安装 这样搜索一下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文章 是吧 hw.net这个 cr安装批字的这个 这上面其实讲的很详细嘛 大家照着这个做 因为进去之后 我们还要 试试一下 比如先进项目 还有批字 它用 可以是一个空的项目 比如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我们一个空的项目 选择第一个 然后选下一个 然后这个你选择你项目的位置 你一般的比如地盘呢 或者 哪个地方啊 比如我就把它放在地盘 然后项目起个名字 比如叫hello 是吧或者比如我起我的名字 叫这个 然后点 充进 然后还有一个 根据这个 我的书名文档 这里面还有一个要把它实设计 就是我们用c加27的时候 要在一个b语言环境里 要选择c加27 这上面都说的很清楚 是吧 说的很清楚 比如这个工程 我们 我们右键它的属性 大概应该可以 在这里有什么0g7bh 哎 这个是中文版的 中文版的话 不大熟悉 我还是要把它变成英文版的 还比较熟悉 好 顶上面解决方案看一下呢 看这个我看不习惯 下次我还是要把它给英文版的 有一个是 一 连接器一个语言 哎 这里找不到 还是看一下这个 我这个文了 含金文了 首先我们先充进一个文件吧 先这个原则日文件 充进右键 添加右键 一个车站添加项 是吧 然后这里点cbh cbh什么名字 是吧 比如叫h 然后你在这里敲一栋电码就行 我们去用一个空的电码 然后点击这里的build生成 看一下能不能运行 生成那个运行 好像在调试这个车站里一个呢 这个F5 Ctrl F5 好 生成好了 这个是生成build 在这点build F7 这个呢 是运行 运行调试有F5和Ctrl F5 你比如点F5 调试自行 是吧 就自行 就自行完了 当年我们这个程序什么也没入 已经 已经退出来 它就没显示东西 也可以比如std cout输出 输出一种信息 然后这里面拨击一下这个 输出输出的一个库 输出输出流库 I will stream 好 然后我们再直接点这个Ctrl F5 或者F5就可以了 这个是屏幕上应该也输出 你看 输出这个 这个也证明你的按钮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 在这里一个c 这里有代码之后 它才去信这个 c和c++ 这个 语言 在这里寻语言 语言这类型标准 我们 它无论是c++44 我们要把它改成c++17 进行 就是它现在最高指示c++17 然后你再这个Ctrl F 这些一下 好 这样的 进入 进入每个项目 我们可以把它修改 选择 这个c++17 这样就是按照c++17 这样就是按照c++17标准的 好 这就是 这个vs2019 在安装过程当我们刚才出行一个问题 支撑到99% 它 安装就安装不下去了 我们把它直接关掉就行了 不要紧了 然后这个详细的安装的文件 就在Google里收到这个这篇文章就行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请大家关注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吧 刚才忘了 在YouTube里收到这个HW HWDONG 就可以 收到我的频道 我的所有的编程相关的视频都在这上面 大家好 大家 我的YouTube频道通过这个 大家可以点一下 在这个频道里 如果要订阅 如果要订阅我 这里一个订阅安理就没有了 自己都没有 下面会出现一个订阅安理和小铃铛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 如果觉得视频觉得可以 那可以点赞一下 就是我自己不能订阅自己 所以他没出现这个订阅两个字 大家好 后来你就在这里点这个 他这里确定一个订阅 你订阅我就行了 然后呢 他这里会小铃铛 把它按下小铃铛 如果有新的视频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好 谢谢大家